大家有没有想过网址古古怪怪的 自己有个 domain 又不用又用别的地方的网址 会不会真的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呢 大家好 又是我五高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古古怪怪的网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时不时都见到网址就像这个 无端端有什么glu.gl 一堆事务 很多 这些又是这样 这些又是这样 他明明自己有个网址叫racksmark.com 为什么不racksmark.com邪动去其他地方呢 好像这个又是这样 你看 无端端有什么bit.me 卡巴萨 又是这样 这些又是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人都用这些古怪的网址呢 知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些古惑的东西 未必能猜到呢 今天我就慢慢和大家讲 这些叫URLsotiner 即是将一个很长的网址 将它变短 其实他先讲一下有些好东西 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些网址提供的 大家有些朋友应该有用 例如tinyurl 或者bit.me 又或者是google自己这个 又甚至可以自己的网站 是会安装到这些URLsotiner 那遲些教起网站 我会教大家 如何用 那为什么一定要懂这些工具呢 其实如果做这个free marketing 即是去网上赚钱那些 那你一定要懂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令到你 可以得到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还有很多好处 那逐步说 首先第一 它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最简单 就是最直接是长变短 例如一个网址本来很长的 可能数十个字母一吋 还有字母后面又记不住 例如XYZ1024 5G69X 加上符号 那你其实很难说给别人听 就算你做email cut and paste都很烦 但如果用了这些sotiner 之后呢 它就变了很短 例如刚才看那些例子 例如这些 很短 前面就不用记得 因为一定是goo.gl 斜用之后 就六个字母 很短 全部都六个字母 那变了 其实就很方便的 sotiner都很容易 一看就看到 就不会 email 就可能wrap 两行 才出到整条link 这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长变短 第二个目的就是 刚才说的 怪兽符号就少了 变了出来效果就好一点 做編排排版 那些就好看很多 第三个就是 比如Twitter那些 或者其他很多platform 都有些字数限制 Twitter现在 扩展到280个字 但其实都很短 但如果近时的年代 140个字 其实就变了 你Twitter的时候 要很精简的语言 要再加上link 就变了越短越好 所以就一定要用sotiner 去帮你 要不然 如果用Twitter做sale 做marketing 那些东西 就很麻烦 如果有很长的网址 那这个就是其中的好处 那还有呢 做个统计 所以呢 其实呢 短的link 是比较多人 愿意 卡进去的 长link 很多时候 那些人可能会有些 懷疑 或者觉得有古怪 反而 就未必 喜欢进去卡进去 短link 反而多些人会卡进去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做 Franet Marketing 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做很多统计 比如你刚才看到 看到这里 其实就是用billy billy得出来的效果 就可以做到很多统计 很多统计 看到有Twitter 是多少 Facebook是多少 那它不同月份 就是你不同时候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得到很多数据 帮助你做分析 那我们所谓的AB Speed Test 就是 将 一个link的效果 就是一个版 或者你当两个版面 两个版面 两个版面 有两个版面 BVersion 究竟哪个效果好些 例如我出的时间 会不会有不同 例如 例如 讲YouTube 例如我出片 我有时 有时 一点 下午出 有时 晚上八点 两个出的效果 有没有不同 这些可以做比较 时间 可以做比较 成效 可能有两个网站 两个网站 有不同的 Layout 出来的Layout 是否两种Layout 都得到同样的效果 还是有一种效果 会好些 这些就可以做到 Stat 统计很重要 所以 如果要做Free Marketing 一定要开始明白 这个道理 帮助自己搜集很多数据 例如 这些就是 用link出来的效果 就是得出来的 例如 多少是由iOS 多少是由Android 基尼 多少是Pay Traffic 这些统计 如果没有了Sortener 这些工具 其实你未必做到 当然 要做到比较 即是 多些资讯 你就一定要付钱 那些 短 即是不用付钱 譬如 我这里看到的 譬如Google 或者Bitly 它有收费 又不收费 不收费 通常给的Data 就少很多 一定是 什么都是 钱先 还有 其实 大家不知道 那条link 其实背后link 去什么呢 其实可能是有 很不同的效果 也是 鼓劃 鼓劃在这些地方 所谓鼓劃 就是什么鼓劃 大家都知道 那些人做 中文Free Marketing 好像是 我忘记了 所以 他要赚钱 就是靠你 清理 小区 而目的里面 也有一些 Cookie 再到他的 手机 接着 由你这条link 得到的所有 消费 即是一些 买卖 那个人 就会得到佣金 佣金 有些可能 可能 40-50% 都会 例如你 你买了100元 它随时 可以赚到40-50元 是可以很誇張的 所以很多人會用很多方法 哄你進去看他的東西 或者什麼都好 想你截他的連結 或者大家如果有時收到掛email 也會有時無緣無故 一大段email裡面有些連結 特別是有些好東西 或者免費的東西 或者送iPhone給你 各種各樣 其實那些連結背後 就是有狡猾的可能 可能你未必會回應到 但連結背後 雖然你未必會有很大損失 但對傳給你那個人 可能有很多好處 因為他從你的連結 連結結背後 就已經賺到佣金 所以這些連結 魔鬼細節就是在他背後的連結 當然如果你想避免 用這些連結 當然是直接回到他的網站 自己在網址打 那就最穩固 不過是這樣的 那些人 你最吃虧的都是 給他賺到錢 那你自己就未必會有吃虧的 不過最怕有些連結 背後有些困惑 可能有些容易 有些叫什麼 hacker 裝了一些不知什麼的軟件 在背後 你鍵了進去 那就擔心一點 因為他可以用這些連結 去騙你 就以為是很正常 實際上就不是的 這些就是困惑的東西 另外有個好處 這個就是正面一點的看法 就是一條連結 其實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的 presentation 例如我 我的網站叫 5minutesmaster.com 如果我裝了連結的軟件 可以斜動 斜動YouTube 就自動去到我YouTube的頻道 斜動Facebook 就可以直接去到我Facebook的Fanpage 所以做一個blending 很好 變成所有人 看到我的網站 或者在Description也好 什麼都好 看到全部都是有個 叫做5minutesmaster 即是我的 domain名 跟著才是去那些 direction 或者去不同的 platform 變成給人的感覺 就好像是 容易些記起你這個牌子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用具 遲些我講到去網站的時候 跟著就會教大家 如何裝這些URF Sorten 很有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識這件事 不過就一步步來 現在就 你首先明白了它的作用 它的好處 今天就先講到這麼多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我知道大家有些朋友都很心急 想我出了Apps的教學 但我也要一些時間去錄製 因為那些錄影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要花些時間 因為這陣子還在忙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於所有問題都可以的 例如你的網站或者其他有問題 有意見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在下面 記得就Like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最好就Like我的Facebook 我Fanpage 現在都是比較疏落的 因為我又衰的 我又未開始去那邊做部門 因為主力都在做現在Youtube的頻道 慢慢在學習和改善 另外的網站我也是剛剛整理好 因為之前實在做得太慢了 我用那個Film做得不太好 我現在就用一個新的Film 做得好一點 做好一點 分類排位 大家會好看一點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歡迎 在下面留言給我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